假日夜晚离岛并不平静 空情队驻扎在台中机场的第三大队 第三队一连接获了三起后送救护的服务 分别是南宇一名59岁的谢姓男子 因为溺水紧急后送 绿岛地区则是一名75岁的詹姓妇女 疑似吸入性肺炎 以及另外一位88岁的妇女 因为病痛急需后送 让空情队的黑鹰直升机 不停地穿梭在台中和太平洋的上空 空情队的主员协同医护人员 将男子送上救护车 送往马街医院进行救治 驻守台东丰年机场的空情队 第三大队第三队 昨日下午4点多接获勤务中心电话通知 表示南宇一名59岁的谢姓男子 因为溺水经当地卫生所诊断后 需后送回台治疗 而空情队立即派遣黑鹰直升机前往救援 并在晚间6点多左右将男子送回台东 但随即又接获勤务中心通知 在绿岛有一名75岁的詹姓妇女 疑似有吸入性的肺炎 当地卫生所认为情况紧急 因此申请后送回台 黑鹰直升机再次起航飞向绿岛 并在晚间7点多左右将该名患者后送回台治疗 正当以为完成任务之际 在晚间8点20分又再次接获绿岛有一名88岁的妇女 因为病痛急需后送 而黑鹰直升机再度启动奔向绿岛 并在晚间9点24分时将患者送回台东机场 并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台东马街医院治疗 成功完成了本次三起后送任务 记者陈静玲台东综合报导